他急急腳,他又急急腳 這個還倒轉行 香港島山多平地少 全港斜度超過1比6的斜路 港島區就佔了超過一半 而這一條是全香港最斜的街道 長440米,斜度達到1比4 即是有成14度角斜 這個路段更加是嚴禁緊急車輛以外的所有車輛行駛 斜到這樣,真的可以玩到滑滑梯 但就有人決定在這裡搞連銷 我們試一下放桌子在斜坡上面 全部圓滑滑的物件都會滑下去 又試一下加紙皮加地膠 要成3、4層才能做到水平線的效果 在這裡搞連銷? 錯的 有人說是全香港最斜的 我小時候在這裡出生,讀中學 其實都不是阿婆的粒賊 我們自己都會滑一些東西下去 滑滑下去的話,就真的會滑到底 不過如果有人看到,他會幫你停下 大約五年前,我們第一次在這裡搞活動 可能我們自己要找些東西搭來搭去 甚至可能要以地攤的方式 拿一些紅酒箱 紙皮的卡紙 又或者是一些化寶膠箱 都是斜坡的 都是做不到平面 我盡量令到一些東西不要滑下去 我就問過設計師朋友 所以他就特意做了一張這樣的桌子 這個其實是桌腳 其實它是可以伸縮的 可以安脆桌腳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是平面 其實扭緊腳的話 這張桌子就會是一張可以配置斜坡的桌子 以往港島區只有園園一個年銷市場 今次政府打壓幹貨區 反而迫使社區自己搞 KY就發起在這個星期六日 在這條街搞年銷 四十幾個檔主會DIY桌桌等等 逼滿正階 我自己基本上三十幾年都沒有離開過西營盤 現在讀書大就知道了 這個根本上大家知道是斜坡山城 就算是學校、醫院等全部地方都可能在斜坡 醫科診所、香港大學全部都在斜坡 所以這裡都是這一區的特色 因為我們本身是店舖 在西營盤那裏 就專賣一些藥材、海味那些 還有我自己有做手作的 就丟了一些印仔 亦都有當主選擇直地而坐 我就是在西營盤教水 通常很多學生都在這裡 都已經教了十幾年了 我們買果醬 還有會賣一些手造的護膚品 這些果醬全部都是由我們自己的農場出品 醬菜、蔬菜我們都會有賣的 以前維園的年宵 大家想著真的賣東西 過年之前賺一筆 我們都想街坊之間 慢慢形成一個社區經濟圈 正階的特色就是 它數十年前開始 其實它本身都是一個市集 如果一些老街坊 可能它會有印象 以前可能這裡擺三行 都是一些小販攤檔 這個市集的另一個目的就是 重現以前一個比較熱鬧氣氛 這個在全城最斜的街道搞的年宵 今個週末就會舉行 到時儘管來看看香港人的創意 離居泰國手刊 為你整合離居泰國港人的個案 了解當地的環境和生活文化 供你申請簽證攻略 15日內13萬職官避忌 地產專家分享買樓貼士 一輸讓你輕鬆掌握移居泰國資訊